大家好 歡迎收聽 這裡有我在新西蘭的義德特約和社長Raymond Wong 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早安不安 晚安全人 好了 現在要講另外一些事情 反正都這麼開心 先講雷神 雷神好玩 雷神又發功了 雷神很厲害 十幾個小時以前 很厲害 其實王力宏這個人 是傻傻的 應該是說他的傻的事情 我最初都沒有留意 是怎樣? 看到 想著會說 但他應該是傻的 現在先講雷神怎麼爆 他爆王力宏花錢買水軍 這樣就維持自己高人氣的假象 哦 原來是這樣 是啊 較早之前就有網絡平台 剛才王力宏和內地女歌手譚維維合唱 《大決戰》主題曲《串心》 這樣就有投票活動 就說你喜歡誰的唱功 王力宏在歌壇地位 他比譚維維更厲害 很容易 對不對? 結果不是啊 李靚雷厲害 李靚雷真是這個女神 是啊 爆了他的證據出來 是啊 有證據 是啊 厲害 是啊 有證據 是長期買水軍的 王力宏的2984票 就自己請水軍拆出來 一百票就十元人民幣 就用二百元人仔買了水軍投二千票 哈哈哈哈 這樣簽? 是啊 是啊 真的 喂 我們也要啊 我們也要十元人仔買水軍 我沒有買啊 我們很不同意買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是一元都不買的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是沒有水軍的 沒有水 我覺得很貴 因為我覺得很貴 因為我覺得很貴 我寧願讓他浪費這麼多錢 幫我打理那個 但是娟帆又好 因為讓James幫我打理那個 藍營狗蛋數 他服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 證明了很有用 其實我用了兩年時間 搜集這一大堆的東西 嘩 真是 隨時打出來 立刻找到這個 究竟為什麼來踩場 看什麼人 原來之前說過什麼 鄭Shirley就說黃先生的形象 真的完全崩壞了 這個黃力宏先生 應該是 多虧他前妻不少 只能夠 他對他老婆差 其實 如果他對老婆好 他對老婆好的話 老婆出來維護他都來不及了 對不對 不是啦 衰衰隔隔 整家人都是這樣 是不是 哈哈 你對老婆好的 老婆什麼都會跟你說 不是啊 它不是這樣的 我會出來幫她 你看看唐英年那個老婆 就是唐英年 雖然是會出來玩的人 她肯定對她老婆好 是不是 老婆立刻要她出來幫她 cheat 對話 是我要做的 我想想一個女人會不會要一個泳池下面有一個玻璃 然後可以望上去看女人游泳 你自己想想會不會 我也覺得真的好笑 只是她說她說笑 我只是看她太太游泳而已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特意讓唐英年看著她游泳就可以 你覺得是不是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有些事情說得明白 我不是說要針對唐英年 唐英年最近說話都很正常的 其實是很正常的 哈哈哈哈 Conny Chong說多謝這個網友通知 剛剛在U抽積分 我們應該也會有小白熊格格擂台 下午應該也會做一做 因為很久也沒有做 有段時間也沒有做 因為我們不是很想人們湧出去買東西 其實實際情況是 始終是有一定危險性 你打加強針就好一點 即是你打三針就安全 但是現在其實還有很多網友未打三針 我也未打 沒有危險 即是我下午也會走過去打 如果我的副作用太厲害 正向下午茶就沒有了 應該不會的 通常都是餓點和固點而已 還有肚子痛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李靚雷其實是很厲害的 其實他這樣爆 你想想 那個投票 結果你計算到的數字 只有984個人投給王力宏 但王力宏微博有6800萬粉絲 是6800萬粉絲 你拿九百多票出來也會這麼懶惰 你拿二千多票也會這麼懶惰 你拿二千多票也會這麼懶惰 所以那個6800萬粉絲 也很有可能是買回來的 就是買粉 除了買水軍之外 你慘了他 其實現在很嚴重 當然譚為為你說他有1167票 他會不會都是有買水軍呢 我自己就覺得不會 譚為為唱歌我自己覺得好聽 剛才有網友都說好聽 他不錯 還有當然是 他之後央視本來男女合唱版其實已經沒有了 現在變成了女聲獨唱 結果是 所以就不同了 現在就還回譚為為一個公道 其實就很好 空威師就說 越說事情越少 越說越瑣碎 根本沒有你們兩個好指 那些亂七八糟的事 不是 其實這次他爆他買水軍這件事 其實傳得都挺厲害 因為我其實不是在內地媒體看到的 我是在馬來西亞的媒體看到的 這個醜事是傳了千里的 起碼都 你看到醜事傳了千里 你沒理由還要買水軍 始終你王力宏都做了這麼多年 唱歌人不是真的這麼差 一個這麼負經驗的 按照計 沒有理由 這麼糟糕 誰不知都是要靠水軍 頂住 是啊 我也明白 其實 各位chip 我們十元一票 我也明白 如果沒有水軍的話 像我們這樣 我們現在直播 一千零二十九人 沒有水軍 沒有水軍 十元一個 十元一個也好 黃力宏都買十元一個 我們這個小台應該是一毛錢一個 是啊 Toracev說 當然不是兩位直接買 他們背後公司操作而議 這樣 不要緊 怎樣買也好 他事實上是有買 是他的 cd channel有什麼證據 我看不到 他就說徐王 這樣寫 這個叫什麼 這個 雷神徐王力宏 雷神之徐 那 他就說 他分享了一幅圖出來的 是啊 有一幅圖的 他有一幅圖的 叫做什麼 微博投票 憑政日期 六月二一日 新浪綜藝串心MV投票 單價十元一百票 安排二千票共二百元 是啊 然後括弧母票 然後還有 還有微博數據 六月二十四號 那麼就是五月二十六至六月二十四 微博電腦購買紀錄九條 微博單價二千元 合共萬八元 還有IG數據 那麼就是六月十一 六月十六號 那麼就安排四萬點贊 加四百評論費用 這個就是其中一條 這個就是四萬點贊 加四百評論的費用 這個IG的 嗯 六月十一號 六月十六號就安排二萬點贊 二百評論費用 一共一千二百六十元 原來買水桿很便宜 這麼便宜 不過其實 這樣做是違規的 在Youtube來說 如果這樣做 被Youtube發現 封台也有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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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都封得 一萬八千元 微博 微博是呀 微博是發心思的 寫微博是 所以便貴一點 那也是要付些錢的 你不付錢怎可以 一萬八元 一到兩千 所以難怪可以上市 所以厲害 Db3p12 我絕對願意做你的忠實水君 那你不是水君 你是我們的忠實支持者 就不是水君 哈哈哈哈哈哈 Toracef就說 你倆來爆了他的無聊事 就是顯示出美女 就是一個七加一婆 真實實 我又不覺得 其實 你也不覺得他 我又不覺得他是八婆 就是這次 他們兩個吵架 吵得很大聲 在網上不停地罵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中中中又中 我也猜到他不會太完 我也說他一定是 一定是玩難玩臭的事情 才會停的 這個李靚蕾 他一定要玩難玩臭 鬥垮鬥臭 終極報復 哈哈哈哈 好了 復錦然就說 寫張我打了第三張 沒事了 公司給一天假 前後公司三天假很好 你的公司真的很不錯 那麼 KLX就有人說 屎勁 四方那些都是買的 不是啊 他轉發到做選票 所以不是買的了 一定不是買的 你看到他們已經將 成功轉化做選票 記得嗎 所以不是買的 他們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已經變成了選票了 朱毅珊說 低從傑 隨便搞過投票 也有五六百票 王力宏有沒有禁屎 就是了 現在王力宏都禁屎 不說是 那麼托克斯特說 這些證據有沒有老實 不合理 不能確認 如果雷神是造假 王力宏應該會告他 為什麼呢 因為王力宏 之前挑戰過 他的前妻 就是他有三個人 上了他的家 那件事 這裡就是另一件事 他擺水軍 我講到這裡 好嗎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好不好 就這樣 拜拜 拜拜